好,各位同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本季的江苏差译题 首先,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我们做数字推理的一个整体思路 当我们拿到一个数字推理题目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看它是不是一个基础数列 如果它要是一个基础数列的话,咱们就直接做就可以 那么什么样的数列是基础数列呢? 比如说等差数列,等比数列,简单的一推和数列 等等,但是在咱江苏呢,近几年呢,并没有直接考察基础数列 那么接下来的话,如果不是基础数列的话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个数列是否存在特征 如果存在特征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特征数列 咱们江苏常考的特征数列有以下几个 首先第一个,做商数列 相连两项之间倍数关系比较明显 第二个,机械划分数列 比如说有小数点加号等特征符号 或者说都是三位数,都是四位数 倍数较多这种情况 我们就考虑机械划分 接下来第三个常考就是分数数列 一般各数列,一般全部或大部分是分数的情况下 我们就考虑这是一个分数数列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密次数列 这个密次数列的话相对比较难 这个需要大家对1到20的平方数 1到20的平方数以及1到11的立方数 非常熟悉 密次数列相对比较难 这个密次数列呢 它的特征就是数列本身或者说数列附近有密次数 那我们就考虑密次数列 这是咱们江苏常考的几个特征数列 那么如果这个数列不存在特征的话 那它也就是一个非特征数列 非特征数列的话 我们首先考虑这是一个多级数列 我们的方法是先做差 做差做一次没有发现规律的话 我们还可以做差做第二次 但大家记住了 咱们做差最多只能做两次 如果做差行不通的话 那咱们就再考虑做和 如果做差做和都行不通的话 我们就考虑这是一个非特征数列 我们非特征数列的方法呢 就是圈算数找规律做验证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本期的具体题目 首先大家来看一下第46题 1 2 12 47 131 大家来看 这个数列存在特征吗 这个数列不存在任何明显的特征 并且它是一个单有递增的数列 然后变化呢 还比较平稳 所以我们考虑这是一个多级数列 那么多级数列的话 我们的思路是首先做差 分别用这个数列的后一项 去解决它的前项 我们来看 2-1 等于1 12-2 是10 47-12 是35 131-47 是等于84 做差 做一次 1 10 35 84 得到了这个数列 没有任何明显的互例 那咱们就再做一次 来来看 10-1 等于9 35-10 是25 85-84 4-35 是等于49 大家来看 我们做差 第二次回到的这个数列 9 25 49 很明显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平方数列 你看9 不就是3的平方吗 25是5的平方 49是7的平方 那再往下 357 那现在就是9的平方 81 所以我们分别往上推 81加上84 那这应该就是165 所以我们所求这样 那应该就是165 加上131 算出来的话 应该是等于296 答案选择2 相比 那 所以大家来看 第46题呢 我们考察的是多几数列 做差 做了两次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第47题 大家来看 第47题 这道题呢 出现了根号 出现了根号 我们是有两种解题思路 第一种 是给它转化成 A倍 根号 B这种形式 然后 A去找 A的规律 B去找 B的规律 但是大家来看一下 第47题 你会发现 第47题 我们是没有办法 给它转化成 A倍 根号 B这种形式的 你看 根号3 它就指了 这根号3 根号7 也指了 这根号7 根号11 它也指了 这根号11 你不能给它变成 1倍 根号3 1倍 根号7 1倍 根号11 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说 那第一条路整不通 那咱接下来 第二条路 第二条路就是 把所有的数字 都放在 根号里 把所有的数字 都放在 根号里 那接下来 咱们来尝试一下 大家看 根号3 还是根号3 那2的话 2的平方 根号4 然后 根号7 根号11 3倍 根号2 3的平方9 9乘28 根号这样18 这个时候 大家会发现 我们根号里面的数字 这不就是一个 简单的 一推合数列 你看 3加4等于7 4加7等于11 7加11等于18 所以我们所求 这样的一个 根号下11加上18 也就是 根号29 它是选择c 所以大家来看 咱们这条题的 根号呢 是考察了我们第二种 把所有的数字 都放在根号里 这种考法 那咱们接下来的话 来看一下 我们2020的一道题 大家来看 咱们2020年 当初的一道真题 根号2 根号27 10 7倍 根号5 根号下486 那么首先 我们还是考虑 第一种 A倍 根号B 大家来看一下 这条题 A倍 根号B 咱们能使用的同盟 首先你看 根号2 根号2 就只能给它变成 1倍 根号2 没有其他的 变法了 根号27 根号27 大家还比较熟 它是不是就是 3倍 根号3了 对吧 27 能开出一个9吗 93的平方 就是3倍 根号3 然后接下来 大家再往后看 7倍 根号5 这个是现成的 这个时候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发现一些规律 你看 这是2 根号里面的数字 这是2 这是3 这是5 它要想出现规律 那是不是这最好就是一个根号4 那大家来看 10能够变成多少倍根号4呢 根号4不就是2吗 所以10 它其实就是5倍根号4 所以大家来看 这回根号里面 有规律了 2345 根号外面 也有规律了 1357 所以那接下来就看成 486 它是不是就等于 9倍根号6呢 如果486 正好就是9倍根号6的话 那咱们这道题就成功了 那大家来算一下 9981 81乘以6 正好就是486 所以486呢 就是9倍根号6 咱们所求量 那就13579 11 234567 A倍根号7 11倍根号7 没有选项 那说明我们只要把所有的数字 放在根号里 11的平方 121 121乘以7 那应该就是847 答案选择 C选项 所以大家来看 这道题呢 就考察了 A倍根号B 这种考法 所以对于这两种考法 A倍根号B和根号A 大家都要想过 接下来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四个八题 3.7 11.9 6.4 13.7 8.2 哇 大家来看 这道题很明显是一个小数数列 如果遇到小数数列的话 我们的思路就是考虑机械划分 以小数点为分界线 把这个数列给它分成整数部分和小数这两个部分 小数数数列 咱们考虑机械划分 那么划分完了之后 我们的思路就是 先分开找规律 也就是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各自去寻找各自的规律 如果找不着的话 再把整数和小数放在一起 那咱接下来的话 分别来看一下整数和小数部分 大家来看一下整数部分分别是3 11 6 13 8 很明显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你再看小数部分 7 9 4 7 2 大家来看 小数部分也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所以这道题分开看行不通 那分开看行不通 那咱们就放在一起看 放在一起看 也就是考虑整数和小数的四走预算 比如说整数加小数 整数减小数 整数成小数 或者说是整数除小数 那咱们当数这一块 还比较多的都是整数加小数 或者说是整数减小数 所以那接下来的话 咱们就考虑一下加法 咱们先考虑一下加法 整数加小数的话 3加7就是10 11加920 然后再接下来 6加4是10 13加720 8加2是10 所以大家来看 咱们整数加小数之后 得到的这个数列 1020 1020 10 这是一个周期数列 所以我们所求向的整数部分 加小数部分 应该加在一起 正好等于20 我们来看 ABCV四个整项 只有二项B 15加5 正好等于20 好 这是第48题 接下来的话 老师又给大家补充了一个 2022年江苏的真题 大家来看 这道题的话还是一个小数数列 所以呢 我们还是以小数点为分界线 考虑机械划分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那种柱部分 是228 8 56 560 大家来看 228 56 560 你发现会发现 它的相比两项 有很明显的对数关系 是吧 所以那咱们就不妨除一下 我们分别用这个数列的后一项 注意它的前项 大家来看 2除2等于1 8除2等于4 56除以8等于7 560除以56是10 1 4 70 这不就是一个公差为3的等差数列吗 所以那再下一项的话 那应该就是10加3等于13 所以我们所求项的整数部分 那应该就是560乘以13 560乘以13 尾数3618 尾数里面肯定有个8 所以答案直接选择思想B 标题 回来了 那小数部分你连看都不用看 那么小数部分是什么规律呢 其实小数部分的规律更简单 大家来看 5 4 9 13 22 大家来看 5493 22 35 但是35的话 咱们只能锁定B和B选项 好 这是我们这个小数数列 接下来的话 大家来看一下第49题 第49题 大家来看 这个数列大部分都是分数 所以我们考虑这是一个分数数列 那么分数数列 我们的解题思路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分数数数列 我们的解题思路是 首先我们要观察分子分母 是否呈现单调递增或单调递减 这样的一个趋势 大家来看一下咱们49题 这5个分数 这5个分数很明显 放在一起 它并不呈现单调递增或单调递减 这样的一个单调变化 你看 12 6 12 4 这是分母 你再看分子 1 1 3 也就是分子分母 并不呈现这种单调变化 那不呈现这种单调变化 我们首先就是反约分 否的话 那咱们就反约分 也就是你不呈现单调变化 我通过反约分 让你呈现单调变化 那么呈现了单调变化之后呢 我们才考虑分开看或一起看 分开看就是分子分母 那分别去照规律 如果分子分母分别照规律找不到的话 那咱们就分子分母结合看 分子加分母 分子减分母 分子乘分母 分子除分母 好 这是咱们分数数列的 让一个解题思路 但是 咱们分数数列 咱们分数数列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考法 叫做 不分 大家来看 咱们这道题的分母 12 6 12 4 大家有没有发现 126 124 它们是不是都是12的约数啊 如果你发现 一个分数数列 它的分母 呈现出了 都是某个数的约数 这样一个特点的话 我们就不妨 首先考虑通分 像咱们这49题 126 124 它都是12的约数 所以说 咱们就首先考虑一下 通分 你说大家来看 那第一个的话 就是12分之 负1 第二个的话 0 那就是12分之0 第三个的话 那就是12分之2 第四个 就是12分之5 接下来的话 是12分之9 大家来看 分母都是12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寻找分母的规律 0减负1 是等于1 2减0 是2 5减2 是3 9减5 是4 那再接下来的话 1234 应该就是5 9加5 14 所以我所求向 应该就是12分之14 也就是6分之7 答案 选择A 我们再来整理一下 这道题的思路啊 这道题考察的是通分 我们拿到一个分数数列的时候 首先要观察分子分母是否呈现单调变化 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分开看一起看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就反约分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优先考虑通分呢 就是当你发现 这道题的分母 都是某个数的约数的时候 我们就首先考虑通分 如果通分行不通的话 我们再反约分 或者是分开看 好 这是第49题 接下来的话 我们一起来看下50题 大家来看 15 18 24 30 括号 49.5 大家来看 对于这道题的话 它也是一个没有任何明显特征的数列 所以说我们首先考虑多级数列 那么多级数列的话 我们就首先是 18-15是3 24-18是6 30-24也是6 大家会发现 我们作差只能做到这个地步 因为你再往下作差 6-33 6-0 不是6-6是0 3和0 两个数 咱们是没有办法去探索出来任何规律的 所以这道题呢 作差行不通 作差行不通 那作何能不能肯定通呢 我们来看 作何 15加18 是等于33 18加上24 是等于42 24加上30 是等于54 作何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 并且 你发现 作完和之后 比如说有朋友再考虑一下 我们能不能做个差 你看42-33是9 54-42是12 9和12 还是两个数 咱们是没有找到任何规律可言的 所以对于这道题呢 各体处理 咱们今天是可以直接不用考虑的 那么 并且 大家来看啊 你看前面 15 18 24 30 这包括我们的选项 都是整数 但是最后 突然出现了个40多.5 也就是0.5 那么这道题 很明显 暗凡了一个 就告诉了大家 这道题其实很明显是一个低推数列 为什么呢 大家想一下 你怎么样才能出现0.5呢 你是不是得除2才能出现0.5呢 所以这道题啊 当你看到49.5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直接考虑 这是一个低推数列 那咱们低推数列的思路呢 就是圈三数找规律做验证 并且因为有这个0.5 我们知道了 这个规律里面呢 一定是有除2 那么这个除2的话 要不然就是第一个数除2加第二个数 要不然就是第一个数加上第二个数除2 要不然就是两个数相加除1 无非就是这三种规律 所以这道题的话 难度就大概要降低了 比如我们任意圈三个数字 18 24 30 大家来看 18和24 怎么才能变成30呢 大家来想一下 18和30 他俩是不是差了一个12啊 而这个12 是不是就是24 除以2 所以咱们这道题的规律呢 其实就出来了 也就是第一项 加上第二项 除以2 然后接下来呢 咱们来做个验证 比如说咱往前 15 18 24 大家来看 第一项 加上第二项 除以2 15 加上9 不就等于24吗 那咱们接下来 那所求项呢 所求项 那个就是24 加上30 除以2 24 加上15 等于39 我们来选四项币 然后我们再往后来验证一下 我们看啊 30 加上39 除以2 39 除以2 就是19.5 30 加上19.5 等于49.5 所以咱们这道题的规律呢 是成立的 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大家记住了啊 如果前面都是等数 后面突然出现了个点5 那么这道题啊 基本上考察的就是地图属例 并且这个规律里面呢 一定是有一个除二的 好 以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数字推理这一部分 接下来的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资料分析 这篇资料分析呢 一共是有三个字案段 并且呢 这是一篇调查类材料 咱们江苏呢 是比较喜欢考调查类材料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段都告诉了我们 哪些重要信息 我们一共是三段 前两段说的都是成年居民 大家注意了 前两段说的都是成年居民 第一段 首先告诉我们说 162个城市 然后调查的有效 样本量的是42456个 成年居民占比是74.5% 然后面呢 要告诉我们两个关键的统计指标 一个是人均每天阅读时间 以及人均图书量 人均图书阅读量 大家注意了啊 我们这边材料的时间点是2021年 这是我们的第一段啊 第一段啊 其实核心两个统计指标 人均每天读书时间 以及人均图书阅读量 并且说的都是成年居民的 然后第二段说的也是成年居民 主要说的就是对三大设施 哪三大设施呢 公共租书馆 社区越南是社区书屋 城市书房 还有爆灾栏啊 这三大服务设施的一个 至少率是51.7% 以及对这三大设施的一个使用过的比例 这是我们第二段的核心啊 第二段的核心还是围绕着成年居民啊 还是围绕着成年居民 第一个是三大设施的至少率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是三大设施的使用比例 然后我们的第三段啊 第三段的话主要说的就是0到17周数的卫生年 所以那么这回的话 大家找数据就知道该说哪里找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题目 先让大家来看一下第131题 2021年我国城镇成年居民人数 占我国成年居民人数的比重 约为百分之多少 所以大家看这道题呢 很明显是一个限期比重 时间点也是2021年 那么我要想求得这道题的比重 我是不是得知道2021年 我国城镇成年居民的人数 以及我国成年居民的人数啊 对吧 我需要知道这两个量 但是大家回过头来去找我们的材料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材料 在城镇成年居民人数和我国成年居民人数这一块 他并没有直接给我们 他给我们的都是什么呢 首先他告诉我们说 这个我国成年居民人数 人均图书阅读量是4.76吧 又告诉了我们说城镇成年居民人均图书阅读量 以及农村成年居民人均阅读量 所以大家会发现了 他给了我们一个总量的平均数 总量的平均数4.76 这不就是我国成年居民人均图书阅读量 以及两个部分平均数 一个是城镇成年居民人均图书阅读量 5.58 还有一个就是农村的3.76 所以大家发现了吗 我们这道题考察的其实是 考察的其实是混合平均数 那么这道题考察的是混合平均数 你看给了总量的平均数 又给了两个部分的平均数 所以这道题考察的是混合平均数 那么混合平均数 我们的方法就是评论法 评论法核心就一句话 就是距离 每量它们俩是乘反比的 那咱们接下来就操作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距离 我们首先把总的平均数写在中间 总的平均数4.76 然后两个部分平均数写在两边 一个是乘振 乘振是5.58 还有一个是农村 农村的话是3.76 所以大家来看 现在距离 咱们求一下 距离的话 那么城镇到总的 应该就是5.58减去4.76 算出来的话 算出来的话应该是等于0.82 然后这个总的到农村的这个距离呢 4.76 4.76 4.76 是1 所以大家来看 距离之比是0.82 比1 那量之比 应该就是1比上0 这就是所谓的距离以量乘反比 距离以量乘反比 原来距离之比0.82比1 那量咱们就反过来 量之比就是1比上0.82 也就是城镇成年经营人数 比上农村成年经营人数 是1比上0.82 那么1比上0.82 咱们都给它画成整 咱们给它画成整 1比0.82 那其实相当于是什么呢 100比上82 100比上82 再除以2就是50比上41 50比上41 所以 那么大家来看 这道题 如果我现在有50个城镇成年居民的话 那就意味着有41个农村成年居民 所以说 城镇成年居民人数 假如说现在是50个的话 但我国城镇居民人数 那我国城镇居民人数 不就等于城镇加农村 也就是50加上41 所以我们最后要算的就是 50除以91 50除以91 那不就相当于是九分之五 九分之五 百分之五十五点六 和它最接近的 选择自己选项 百分之五十四点九 所以大家来看 这道题呢 是咱们江苏特别愿意考的这个混合 也就是现状法 之前还考过什么 混合增长率啊 混合比例啊 混合平均数啊 都考过 所以说对于这个现状法呢 掌握啊 大家一定要非常的熟练 现状法的核心 其实对于一句话 叫做距离以量乘反比 嗯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下一道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132题 2021年 我国城镇成年居民 使用过报刊栏的 约为不少人 所以大家来看 这道题呢 还是考察的是 现次主动 而大家来看哦 这个使用过报刊栏呢 很明显我们要先去看第二次案栏了 对吧 对三大设施的这个使用率了 然后第二次案栏呢 告诉我们说 2021年 我国城镇成年居民中 使用过报刊栏的比例是 二分之十点一 而我们就要求的是 城镇成年居民 使用过报刊栏的有多少人 所以这道题 也就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 知道 城镇 成年 居民人数 再乘以百分之十点一 对吧 你看 根据第二次案栏的这句话 好 我们就首先 要想求得这道题呢 我们就得知道 城镇成年居民的人数 然后再乘以百分之十点一 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 我国城镇成年居民的人数 又该怎么求呢 这个时候啊 这道题呢 我们只要结合第一百三十一题 因为第一百三十一题呢 告诉我们一个数据 叫做2021年 我国城镇成年居民的人数 占我国城镇成年居民人数的比重是 百分之五十点九 所以大家来看 城镇成年居民的人数 怎么求呢 就是打我国 城镇成年居民人数 同一百分之五十四点九 这就是藤镇成年居民人数 然后再乘以百分之十百分之一 就是咱们这道题 好 那接下来 城镇成年居民人数 又怎么求呢 城镇成年居民人数 在第一段告诉我们了 你看 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量是 四二四五六个 城镇成年居民 占了是百分之七十四点五 所以说城镇成年居民的人数 就是四二四五六 乘以百分之七十四点五 也就是这道题 咱们分别要结合两个自然乱 以及我们的第一体 第一体的数据 所以这道题其实并不难 计算上并不难 但是这个找数据 相对来讲 确实是有点难 接下来 再乘以百分之五十四点九 再乘以百分之七十一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算一下 大家来看 百分之七十四点五 那不就是四分之三吗 百分之五 就四点九 咱们刚才算不就是 准分之五吗 百分之七点一 那不就是十分之一吗 然后再乘以前面的 四二四五六 他们先约一下 这是三 然后这个也约掉了 这是二 所以大家来看 现在就是二重三 重四分之一 那就是二十四分之一 四二四五六 除以二十四 再来看 四二四五六除以二十四 第一位只能上一 所以大家也选相比 好 这是咱们的第一百三十二题 第一百三十二题 看着不难 但你这个找数据 确实是不太容易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百三十三题 2020年我国成年居民 人均阅读一本图书的时间 约为多少小时 所以大家来看 这道题很明显考察的是 第一期的平均数 我们材料时间是2021年 问的是2020年 然后人均阅读一本图书的时间 那接下来 大家来看 我们的材料第一段告诉我们说 2021年我国成年居民 人均每天读书的时间是 二十一点零五分钟 比2020年增加了一点零一分钟 那么由此 我们是不是就能得到 2020年 我们一年居民 人均读书时间呢 对吧 那么人均时间 老师就简写啊 人均时间那是不是就是 二十一点零五 减去二一点零一 算出来的话 应该是等二十一点零四 好 我们现在得到了2020年 成年居民 人均每天读书的时间 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 人均阅读一本书的时间 那咱们就来看一下 2020年的人均图书阅读量 2020年的人均图书阅读量 是否就是同样的 2021年是4.76 高于上年0.06吧 那就是4.76减去0.06 算的话呢 应该是等于4.7 所以大家来看好 这单位呢 是分钟 所以那接下来 我们来抽一下 2020年人均阅读一本书的时间 我们现在知道的是 2020年人均每天 那2020年有多少天呢 大家要注意了 2020年是有366天 2020年是一个日年 所以我们要拿20.04 乘以366 这就是人均 人均一年的读书时间 那人均一年读书呢 有4.7 再除以4.7 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计算一下 计算一下 那就是拿20乘以370 那应该就是7400 7400除以4.7 算出来的应该是等于1574 也就是人均阅读一本书的时间 是1574分钟 分钟 那跨小时再除以60 1574除以6 首位上二 所以大家就直接选择 二层B 好 这是第133题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第134题 2021年 我国成年居民 人均图书阅读量 同比增速 因为比未成年居民 高或低多少个百分点 所以大家来看 这道题呢很明显 求的就是一般增长率 我们需要求的 2021年 我国成年居民 人均图书阅读量的同比增速 和低成年居民 人均图书阅读量的同比增速 那么 第一个告诉我们说 2021年 我国成年居民 人均图书阅读量是4.76 比上年高了0.6 大家来想一下 给了我们增长量 又给了我们限期值 我们怎么来求增长率啊 增长率 它是不是就等于增长量 除以限期值减去增长量了 对吧 限期值减去增长量不就是积期吗 增长量除以积期就是增长率 所以 那么我国成年居民 人均图书阅读量的同比增速 那应该就是 0.06除以4.76减去0.06 那也就是0.06除以4.7 算出来的话 应该是约动于1.3% 这个倒算了 那么 那么 未成年居民的呢 未成年居民的也是同样 告诉我们说 未成年居民人均图书阅读量是10.93 比上年居民增加了是0.22 所以我们还是拿增长量 0.22除以限期值10.93 点减0.22 算出来的话 应该是0.22除以 10.93点减0.22的话 算出来应该是等于10.71 不过你给它看成11的话 它其实大约就是2% 10.71我们可以给它 进次的看成11 然后0.22除以11 大约是2% 所以你看 1.3比2% 那1.3比2% 那这不就是低了一个百分点以下 所以答案是 辞教力 这是第134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第135题 第135题呢 是一个综合分析题 综合分析题的话呢 我们的座题顺序就是 通常是先看CB 后看AB 因为我们会发现 综合分析的正确选项 多数情况下 会分配在CB上 好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下第135题 下类说法正确的是 C学校 2021年我国城镇成年居民中 使用过公共租书馆的人数 超过使用过社区 越南市社区书层市书房的1.5倍 最大的谈 最大的谈 这条题很明显 是一个信息倍数 但那个材料的第二段 材料的第二段 告诉我们说 2021年 我国城镇成年居民 使用过公共图书馆的比例 是14.5% 然后使用过 浙区越南市 数区书层市书层市书房的比例 是10.5% 也就是 我们拿 城镇成年居民的人数 城镇成年居民 人数乘以14.5% 这就是使用过公共图书馆的人数 那么使用过社区 越南市社区书层市书房的人数呢 还是拿城镇成年居民的人数 乘以10.5% 所以最后我们只要计算的就是 14.5%除以10.5% 看来看 它是不是很明显小于1.5% 所以说并没有超过1.5倍 所以学校就是错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地学校 2021年 我国城镇成年居民 人均图书阅读量 同比增长超过0.05倍 对大家来看 这道题很明显是增长量的计算 材料告诉我们说 城镇成年居民 人均图书阅读量是5.58倍 同比增长0.7% 所以已知限期值和增长率 我们怎么来求增长量呢 那是不是就用限期值 除以1加增长率 再乘以增长率 所以我们照计算的就是 5.58除以1加上0.7% 再乘以0.7% 那来看 7.1% 大家数不数学 是不是就1分之1 所以0.7% 我们都可以看成1分之1 7.1%是1分之1 那0.7% 我们都可以看成1分之1 所以最后我们只需要计算的就是 5.58除以1分之1 5.58除以141 大家来看 第一位是不是只能上3呢 对吧 5.558除以141 第一位只能上3 连4都上不了 所以说不可能是超过0.05% 所以第一种项目就负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A选项 2020年 我国皮肤只有陪孩子读习习惯的儿童家庭占比是71.7% 这道题是一个简单加减计算问题 很多东西容易选A 但这道题A选上是错的 为什么呢 再来看 在0到8多岁儿童家庭中 平时有陪孩子读习习惯的家庭达到73.2% 较上一年提高了1.5个百分点 所以很多同学就会拿73.2%减去1.5% 算来等于71.7% 这不就是71.7%吗 但是大家注意了 整件材料告诉我们的是 在0到8周岁儿童家庭中 而我们的A选项中 并没有说明是在0到8周岁 它指出的是儿童家庭 儿童家庭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A选项给范围扩大了 这道题呢 其实中了一个叫范围性子 人家材料限制了0到8周岁 而我们的A选项说的就是儿童家庭 所以范围给扩大了 A选项就出了 那么大家来看 CBA都错了 其实咱们在考试的时候 二项幣就不用看了 其实这些就是对的 那咱们接下来的话 来看一下二项幣 大家来看 2020年我国农村成年居民 人均月组量超过3.7% 这道题呢很明显是一个机器计算 白料过来怎么说 2021年农村成年居民 人均图出月组量是3.76% 同比增长0.3% 所以已值限期和增长率足低期 我们就只需要用限期 除以1加增长率 每个时候拿3.76 除以1加上0.3% 那么3.76除以1加上0.3% 那么就是3.76除以1.003 你看啊 376除以1003 因为乘3没有问题 309 然后接下来 那就是751 7510除以1003 是能够上到7的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3.7多 比3.7多 所以说超过3.7本 是对的 那35题呢 是2加增长率 好 本次的江苏太席的讲解到此结束 提交 是criptor 好 是 在不忘了 这个 在不忘了 应该忘了 prosp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